给你们三秒钟时间给这个蛋仔起一个合适的名字 其实它的名字叫做奶鼠 因为这是奶酪与小马鼠的结合起 也就是杂交版 这位奶鼠蛋仔你好 请问你对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是什么造型啊 东北大傻子是吧 好好的一个东北大棉王 你给我整个傻蛋子的眼神干什么 把我智商都落低了 我就想不明白了 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想法 才会用这个眼神啊 其实还有这个 它的名字叫做麻烙 还有麻奶奶奶麻 鼠烙烙鼠 下一个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 猜一猜这是哪两位主播合体出来的 答案就是马鼠和醒醒我 它的名字叫做麻醒或者醒鼠 这位醒鼠蛋仔你好 请问你对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还真别说呀 这东北二压套装不管穿在谁身上都不好看 唯独穿在这个小马鼠的身上 居然毫无违和感 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 最后还有小格和麻鼠的杂交板 它的名字叫做小鼠 格宝的眼神装在小马鼠的蛋身上 怎么感觉这么有笑感呢 这位小鼠蛋仔你好 请问你对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对我这身装扮没什么想说的 但是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把小格和麻鼠结合在一起的呀 这可不能怪我 我本来第一期主播杂交板就是为了好玩 结果发现大家对这个还挺感兴趣 而且都非常积极地在视频下面 给我提供新的想法 那醒醒我就只能恭敬不不求命了 那你下一期要让谁跟谁合体啊 保密 嘿嘿不爱